Hello 大家好 現在時間是7點15分 我們就正式開始今天這個 seminar 我叫Steven 我們今天的主題就是 CIA Level 2的考試 準備課程 先簡單介紹一下 我自己 之前我在 訓練方面都已經做了一段時間 包括 在一些金融機構 on-site 為他們提供一些培訓 或者一些professional exam 的培訓都有的 Total 都為不少朋友 就提供過這個 training 我本身也是做 financial service 已經超過16年的相關經驗 主要都是從事 investment 以及 risk management 方面的 我現在就是一間比較大型的 在我的金融機構裏面 做投資 我覆蓋的資產類別 包括fixed income 以及各式各樣的 alternative asset classes 在這裏 簡單描述了一些 我比較熟悉的範疇 給大家參考一下 還有我自己的強項 就可以說 將一些比較複雜 或者technical的內容 將它簡單化 以及用一些比較生活化的例子 講解出來 方便大家更加容易去理解 還有對於考試的一些要求 如何更容易去 tackle 一些不同的考試 我都有些心得 一些考試的technique 到時都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本身在 Cambridge 那裏 就完成了 master of finance 另外我也是一踢過地 完成了 CIA 和另外的一些 professional examination 這方面的經驗 都可以跟大家分享 都可以跟大家分享 今天的 agenda 主要包括三大部分 那我呢 就會覆蓋頭那兩部分 跟著呢 有位同事呢 就會cover第三個部分 那第一個部分呢 就會先介紹一下 這個CIA這個課程 特別是這個level 2 究竟是什麼來的 這個市場的趨勢 這個考試 或者這個qualification 怎樣幫到我們 怎樣去拿到這個qualification等等 第二部分呢 我們就會做一個demo lecture 那時間所限 那我就抽了一個topic 來為大家示範一下 到時正式上課的時候呢 那個方式會是怎樣 那讓大家感受一下 是不是適合大家 那樣 至於第三部分呢 那我同事呢 就會更加仔細地為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CAPREN 可以為大家提供一些什麼 offering去幫助大家 更好地準備這個CIA level 2的考試 那進入第一部分 那首先不如我們一齊了解一下 其實所謂alternative investment 這個segment 究竟有什麼特色呢 首先其實alternative 另類投資這件事呢 其實那個趨勢呢 就是大家對它的需求 越來越高 那而且呢 這個segment呢 也都一直在演變著 那為什麼說大家對於 另類投資的需求都越來越高呢 有幾個原因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譬如我們常見的一些traditional的投資 譬如投資股票或者投資債券 這些都是一些公司 一些企業 它想拿funding的一些傳統的方法 但是隨著時間演變 那些公司呢 也都越來越希望 希望透過一些另類的途徑呢 來得到分定 例如可能不是透過上市的 而是透過一些私募的股權 來得到分定 幫助自己的公司去成長 那從投資者的角度 其實市場上呢 提供到 或者讓我們選擇到的 投資產品或者結構呢 也都日新月異的 那當中包含 越來越新 越來越複雜的一些 另類投資產品 那所以對於這方面的需求 也都越來越高 還有 以保險公司 和一些Pension Fund 這些投資機構為例 因為他們的投資的horizon 很長 即是他們在做一個很長期的投資 所以他們是希望 他們是可以接受到一些 流動性比較低的 投資的選項 而且他們都可以拼請一些比較專業的投資的人才 來幫他們 diversify他們的投資 所以他們的投資 就不限於一些傳統的資產類別 也都可以去擴展到 另類投資方面 另外一個角度 就是其實從 譬如 官方 或者一些政府機構 其實 因為現在大家常常說 ESG 或者說環保 所以很多機構都推動一些 譬如 infrastructure方面 或者綠色科技方面的一些發展 模型中 亦都說一些另類的投資 是帶來了一些新的機遇 數據來看 我們都看到 其實在所有的投資類別來講 這個另類投資 它的佔比 那個market share 可以叫做 亦都在上升 根據CIA association的數字 譬如我們看到 這個大概20年前 當時 alternative investment 都還是一個比較新的 它佔整個投資市場 都是一個比較小的佔比 但是來到幾年之前 其實它的增長 都已經有幾倍了 佔這個市場 大概到12% 跟著 基於一些預測 接下來幾年 這個alternative investment 它的比重 預計 也會繼續上升 對於不同類型 的投資機構 alternative investment 佔這個向的 投資比重 也有所不同 對於一些 某類型的投資者 來說 alternative investment 可能佔比 已經去到 雖然另類投資 是一個類別,但其實它裏面都可以再細分,涉及一個很特別的分類 例如,簡單介紹一下,有Profit Equity, Hedge Fund, Real Estate 等等 這個會在課程裏面再詳細介紹 不同的類型都有它自己的特色 譬如,有一些是可以為你帶來一個高一點的收益 有一些可以更好地為你的投資組合做一個Diversification 有一些是對於Inflation是可以作為一個很好的Hedge的作用 所以,它們之間都可以有一個Diversification的效益 明白了Alternative Investment為何吸引,或者為何是一個增長點之後 我們就不如了解一下,其實CIA這個Charter 為什麼能幫到我們,或者有什麼吸引的地方 首先,在Alternative Investment這個Segment裏面 基本上可以說,CIA這個Qualification的認受性是最高 也是最多從業員已經得到,或者是希望得到的一個Qualification 就好像大家經常都聽到的CFA、FRM那樣 只不過大家的Focus或者那個深度、闊度是有所分別的意思 如果成為了CIA之後呢,那有什麼Benefit呢? 可以向未來的僱主證明到你在這方面有一個深入的了解 對你的事業有幫助,令到你受到recognize 而且正如剛才提到,Alternative Investment本身也是一個比較新的 清得上比較新的Segment,增長得比較快 所以如果你有了這個Qualification,對於你從事這個Segment也會很有幫助 可以幫助你,Distinguish你自己,從一些其他沒有CIA的人 成為了CIA這個Association的Membership之後呢 你亦都可以藉此擴闊你那個Professional的Network 認識更多從事這個投資,或者一些相關領域的人 這裏有一個圖,很綠景分子給大家知道 在因者投資都有一些UBA於取得也有一定的藝術 或者一些CIA 的Member,其實他們是可以從事 或者已經在從事一些不同類型的機構 當然包括銀行,又或者是一些顧問的公司 一些投资管理或者基金管理公司 甚至一些asset owner asset owner是什么意思呢 举个例如新加坡的GIC 又或者香港的HKMA 这些例子其实都是资产拥有人 他们都是一个投资者 机构投资者的角度 当然监管机构 因为他们都要规管住这个投资市场 所以它里面也会有不少的CIA 或者Alternative Investment的专门人才 这里就列出了成为了CIA association之后 成为了member之后有些什么benefit details给大家去reference 这里简单highlight一下 例如有一些research给大家去参考 接着还有一些career相关的information 会有一个directry可以帮助大家去 扩阔大家的network 接着还有很多个地方 例如香港 可能有一个CIA association的一个chapter 方便搞活动去networking 好了 深入点看看这个考试本身了 这个考试本身分开两个level 今天我们的seminar就会focus在level2 但是进入讲level2之前 我们都先简单介绍下level1 那level1的focus或者角度 就会比较是一个所谓bottom up的角度 那就是会首先介绍一下 由钱入心讲一下什么叫alternative investment 先跟着呢 针对每一项每一个alternative investment的分类 例如是private equity 啊real estate啊private debt啊等等 这些不同类别呢都会介绍 也都会告诉大家 例如怎样可以measure 下到这些alternative investment的performance 那就帮大家建立一个基础的工具 去到进移去到分析去认识 这些alternative investment 那来到level2了 那当然个要求会再高一点啦 那角度呢就会是一个top down的approach 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level1的时候 你建立了个基础 来到level2的时候 就是一个比较应用的层面 譬如他会告诉你知 如果你是作为一个pension fund的investment的company 或者一个保险公司 你会怎样去monitor住alternative investment呢 你会怎样利用alternative investment 帮你去建构construct一个投资组合 怎样去到针对这些alternative investment 做dual diligence这些呢 另外一方面呢 topic 2呢 也都有一个部分叫做emerging的topic 就是最新的topic啦 简单来说 那这一部分呢 随着现在今时今日 最新的趋势或者话题呢 就会继续都会更新的 可能讲一些digital currency等等的一些话题 好那我们针对level2呢 再深入看多一点点了 那个format和里面cover的topic 和比重究竟会是怎样呢 那跟level1有不同 level1本身呢 就是全mc 来到level2的时候呢 就又有mc啦 就是multiple choice啦 也都有一些叫constructed response的题目 简单来说 就是文字答题的意思 essay 但是这个答题呢 主要都是一些短的答题 就不是说你遇到你长篇大论那样的 那覆盖了的topic 这里列了出来啦 那我们简单看一看啦 包括刚才提到的emerging topics 跟着ethics 那么ethics对于不同的qualification来说 都是一个很重要的topic ESG 跟着做了些什么model 帮我们去analysis 跟着譬如我们作为一个asset owner的角度 怎样去construct一个portfolio呢 怎样去管理alternative investment的风险等等 那不同的topic呢 它的比重呢 都会有所不同的 那譬如你会在这里见到 multiple choice就集中在 第三个topic 和至到第九个topic这部分 而constructed response这一部分呢 就emergent topic 和ethics是都有的 而其他的七个topic 当然也都有 那跟着时间的分配方面 我们简单看一下 那首先一百二十分钟呢 就会给大家做mc 跟着有一个optional的三十分钟的break 跟着呢 另外一百二十分钟呢 就会集中做这个constructed response的部分 那收费方面呢 这里给了一些information 给大家参考 但是大家正式报考的时候呢 就当然看回官网 就为之一个最准确的information 那你会见到呢 这里有两大分类的 第一大类的candidate 就是说level two 就是可能你已经完成了level one 跟着呢 你就进入去考level two 而你是第一次报考level two的 那如果你好早就报考的 那你就可以enjoy到一个 所谓early birth的价格 那如果迟一点的 那就为之standard的价格 那就高一点了 那这里有一些日子给大家参考 第二类的candidate呢 就特别一点了 那因为现在CIA association呢 就为已经持有CFA的人士呢 就提供了一个方法 就可以跳过了level one 直接去到考level two 详细的要求呢 转头会讲多一点点 那但是现在先看一看 那如果是这类朋友 来到第一次参加level two呢 那这个收费就会在这里了 主要的分别就是 需要给回一个enrollment fee 那刚才提过呢 都是第一次考level two的收费 那如果你是retake的话呢 那收费又会有点不同 那暂时来到说呢 都是一年呢 会有两个exam的window 或者exam的section 分别就在三月和九月的时候 那这个exam的日子的安排呢 那不排除它之后会有更改 那所以呢都应该以官网公布的日子 以下为准的 那究竟怎样才成为到 CIA的charter holder呢 那很明显你要完成了level two的考试 无论你是以刚才那两个途径 哪一个途径来到去进入level two 你要完成了level two的考试 另外呢 对于你本身的学术或者 那个academic的要求呢 都有一些的要求 那要么呢 那要么呢 你就是一个已经有batchelard degree 和有一年的professional experience 又或者你没有batchelard degree 不要紧要 但是你就需要有四年的professional experience 又或者你本身已经持有CFA这个charter的 那你就是要承诺 是abundi 就是你要follow 这个association的一些candidate 和member的agreement 那它可能里面会要求了 你要满足一些ethics 其他方面的准则 那于是你就承诺 要follow这个agreement去到行事的 另外一样呢 你要提供两个professional references 那么官方 其实官网呢 他都有elaborate 多少少的关于这一样东西 那这两个professional references 就不一定要是本身持有CIA的 但是这两个人呢 就需要是可以 为你的professional experience 提供一些参考 那而且 可能同学都会问 那是不是association 如果有人一定会联络 我提供这两个references呢 那就不一定的 官网就跟我们说 就说他会抽样 或者一个不定期 来做一个audit 或者一个checking 所以就不需要太担心 就好像平时你转工 那可能有些公司 都要你提供上一份工 或者之前的一些工作的reference 那最后了 当然 付钱 付membership fee 这些就是 成为chatterholder的要求 那刚才提到 有一个特别进入 这个level 2的途径 现在就说多一点 就是 如果你本身已经有CIA的 那你就有可能 是可以跳过level 1 直接去考level 2 那有什么要求呢 有什么要求呢 有几个特别的要求 那首先 你从来没有考过CIA的 那如果你本身 已经没有考过CIA 那就算你又是CFA 那你都不能享受到 这个途径 而且你CFA 是要是一个good standing 如果你曾经是CFA 但是你已经没有继续 延续你这个membership 那当然就不eligible 另外一样呢 就是你需要有这个CFA 的digital badge 就方便这个association 去到reify你这个membership 那主要就是这些要求 那详细情况呢 可以参考回 这里有一个link 就是CIA association官网 有提供进一步的资料 那我们CAPREN的课程 如何帮到你去到 更成功地 或者甚至一踢过地 完成到这个CIA 的level 2的考试呢 那这个部分呢 我现在简单介绍一下 之后同事呢 会再深入一点去讲 我们提供给大家的offering 包括我们一个 online的program 那就是方便大家 在一个任何时候 你希望方便你的时候 你上到网上就可以看到 我们为大家录影的一个教学的video 另外呢 都会有一个online的mog exam 给大家感受一下 大概考试的时候 真实的情况是怎样 感受一下压力的速度的要求 完成了mog exam 之后呢 我们会再聚在一起 做一个review 帮大家review一下 大家考试的表现 又或者是抽一些重点的试题 来到跟大家去重温一下 那还有一部分呢 就是Sweiser的一些货本 一些货文 那Sweiser可能大家都听过 如果大家已经是接触过其他的一些professional exam 相信大家对于Sweiser都不陌生 好 那来到第二部分了 那现在呢 我就会为大家做一个demo lecture 那我就抽了这个topic 9 里面的一个小部分呢 为大家做一个示范 那这个topic呢 就叫做insurance-linked products and hybrid securities 那这里呢 那这里呢 首先有一个summary 就是告诉大家 你这一课呢 有些什么重点的concept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 我就会拿到当中的一部分呢 为大家详细介绍 来做一个示范的 那主要集中 都是第一部分 就是cadbon 好 insurance-linked securities 简称I-L-S I-L-S呢 其实呢就是fixed income 固定收益证券 当中的一种来的 那 那 和其他类型的fixed income有不同 I-L-S呢 它那个价值呢 是衍生至 或者 来自于一些 售保事件 什么叫售保事件呢 可能有点抽象 首先我们退一步 想一想 首先保险公司 两大类型的业务先 第一大类型的业务 是什么因素呢 通常就是一个人的健康 比如有没有吃烟 这些因素 或者有没有一些疾病 另外一大类呢 就叫做long life insurance 非人售的保险业务 那么我们日常生活中 经常都接触到一些例子的 譬如是 如果你买 譬如 这个家居保 或者你有开车的 买了一些 第三者保险 那么这些都是 非人售业务 那么在这一课呢 我们会特别说一样东西 说一类的life insurance 叫做自然灾害 或者一些巨型灾害 巨灾相关的保险 可能我们日常普通市民 未必经常接触到这一类 但是如果你想想 譬如有时你看新闻 可能你会见到美国 有时会有些龙卷风 水浸 可能有很多人流离失所 损失很多财物 不单只是影响一般市民 可能对于某些企业 他都有很多财物的损失 又或者是有一个 可能有一只游轮 他在混石油 或者很多的货柜 远洋的混载 他可能都会需要投保 保障他一些潜在的损失 这些都是law knife insurance 自然灾害 就刚才提到的 那些风灾水灾 或者是地震 这些都是属于自然灾害 那既然保险是有两大类别 那由保险衍生出来的IOS 都自然分开这两大类别 那所以就自然有 live衍生出来的IOS 和nonlive衍生出来的IOS 那如果是自然灾害衍生出来的IOS 这种债券就有一个特别的名字 叫做catastrophe bond 或者简称叫cat bond 正因为这些cat bond 或者live IRS 都好 他们那个价值 或者他们的回报 都是源自于保单 保险的性质 保险的风险 那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到 对于相对于其他的fixed income securities 例如是corporate bond 或者是一些sovereign bond 就是一些政府债券 他们面临的风险 或者他们的回报 drivers都是有分别 那正因为这样 所以他们之间的相关性都比较低 那所以投资在IOS 就可以帮到大家去diversify 投资组合的 好那我们再进一步看看 Cat bond的structure 那这幅图 如果大家曾经接触过 证券化 Securitization Securitization 证券化的话 可能大家都觉得 这幅图熟口熟面 转头会讲一讲 为什么 大家的原理其实是差不多的 首先我们看这个结构图之前 我们先简单想一想 一个保险公司 他本身的业务究竟是怎么样 最简单就是 保险公司本身 会和一些保单的持有人 policy holder 之间有一个业务的关系 可能policy holder 本身就是某一个市民 或者某一间企业 这个policy holder 他有一些风险 想保险公司帮他承担 那没问题 于是 policy holder 就需要给 保费 premium 这间保险公司 那保险公司 就为他做一个成保 或者为他提供一个保障 Protection PORT 简称PORT 这个就是我们 经常见到 policy holder 和保险公司之间 自己的关系 但是有些时候 本公司 因为他承担 他收你保费 他承担了一些风险 有一些风险 他觉得自己 一力承担 是没有问题 但是有些时候 可能他觉得有一些风险 他不想自己 一间公司 完全去承担 特别就是 这些巨型灾害的保险 可能 一是不发生 一发生 他要赔 可能不是说 赔几百万 但可能是赔几亿 甚至更多的钱 所以他不想 take那么多 risk 于是 他就想分担 或者diversify 甚至是 或者叫做hedge 这些风险 Cat Bond 就为他提供一个 这样的途径 他可以透过Cat Bond 这个结构 将一些 他想转嫁给人的风险 转嫁给一些投资者 这些投资者 他就好像在买一只债券 正如其他类型的债券 这些投资者 买得这只Cat Bond 都是为了一些回报 他投资在这只Cat Bond 他会赚取回报 然后没有的Cat Bond 里面包含了一个无风险的回报 上面额外再加一个risk premium 结构 基本上跟我们平时见的Cat Bond 其实是差不多的 就是Cat Bond的结构 Cat bond有一個特色,通常是quatterly地派Coupon,而且絕大部份都是floating rate 相比起我們平常見的corporate bond,經常都比較普遍,是一年派兩次Coupon 這裏有少少分別 投資者有回報,當然要有承擔 萬一出現一些受保事件或損失事件的時候 這些投資者就要承擔損失,即是他的本金就會損失 這些投資者一開始放了一個本金下來,譬如一百元 然後換取擁有這個Cat bond 風為日麗的時候他會收到Coupon,但出現損失事件或受保事件的時候 他就要幫忙賠錢,他就會損失一些本金 我們明白了investor這個角色之後,究竟為什麼這個investor幫到保險公司 承擔一些損失呢? 就是因為投資者將他所有的principle都會放到一個特殊目的空殼公司 一個SPV那裏 這些principle的錢放下來之後,就好像一個信託的形式 做一個無風險或者非常低風險的投資,例如放在一些美國國庫券 一些treasery bills那裏 放在這裏之後呢,如果萬一這個受保事件出現了 這樣的時候呢,放在SPV裏面的錢就會轉移到給了這間保險公司 變相為這間保險公司提供了一個保障 那這間保險公司當然他又要付出,而他付出的就是他要付出保費給這個SPV 而保險公司付出的這個保費,如果我用藍色來highlight呢 其實將會變成QPOD來交給投資者 那所以大家見到呢,是一個中間,SPV是一個中間人的角色 就促成了這個保險公司和投資者兩者之間的一個關係 其實這個關係就有點像保險公司走出去再買保險那樣 而這個投資者就好像是為左手邊那間保險公司提供一份保險那樣的意思 這個就是所謂CATBON 好,那明白了這個結構或者這個關係之後呢,我們再進一步看看 因為剛才我們經常說,當售保事件出現了,那就要賠錢了 不出現就不用賠錢,投資者就收到QPOD 那究竟何謂售保事件怎樣去define 投資者和保險公司之間怎樣define這些售保事件 怎樣才會觸發,如果觸發了,究竟要賠多少錢呢 是有不止一種方法的,一共有四大的方法 那我們叫這些做trigger,怎樣才觸發要賠錢和要賠多少 首先我們看看第一類型的方法 indemnity,indemnity的意思就是說 保險公司呢,是針對一份特定的保單 將這份保單的風險轉移給投資者 就是回到剛才這個例子呢 說的是一份指名的保單 即是投資者和保險公司大家都明白 現在說的轉移風險是針對這一份保單的 好,那既然是一份保單 於是呢,就看看這個保單裡面定名的賠償事件有沒有發生 如果發生了,那那個policy holder呢 就會去claim那個保險公司 然後就會經過一連串的步驟 然後可能那個保險公司又要看一看那件事件 究竟為這個policy holder造成多少損失呢 之間有很多back and forth的一些程序 那這個indemnity的方法呢 裡面涉及一些深入一點的結構 包括一個叫attachment point和一個 exhaustion point 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如果大家日常都claim過一些醫療保 相信大家都聽過一個詞語 叫做自負額或者墊底肺 那來到這個cad bond的情況 indemnity呢,一樣有可能有一個類似這樣的安排 舉個例,可能保險公司它認為這一份保單 它自己願意承擔,一力承擔 開頭的五百萬美元的損失 它覺得五百萬美元可以,我承擔到 不需要hedge這個風險 即是說,如果最終的損失是4m 那它便自己賠4m 如果最終的損失是1m 那它便賠1m 好,但是如果這個5m 也都正正是所謂的attachment point這個位置 那但是這家本公司 舉個例,它覺得超過5m的損失的話呢 它又不想一力承擔 它希望有投資者跟它分擔 於是乎大家可以談好一個叫做 exhaustion point 的位 舉個例,可能是8m 意思就是說,如果最終這一份保單 是需要賠7m的話 那頭的5m就保險公司自己一力承擔 餘下的2m因為它是跌了在這個範圍裏面 而這個cadbon剛好就是把這一段的風險轉移給投資者 那這個額外的2m就需要由這個cadbon的投資者 在那個本金那裏賠出來,轉移給這個保險公司 那所以保險公司雖然它都是要把7m賠給那個policy holder 因為這間保險公司是直接 deal with這個policy holder的 它都是要賠7m,但是在投資者那裏呢,它可以收回2m作為這個protection 所以平均之後呢,其實它都是賠5m的 那明白了,何謂attachment point, exhaustion point 當然這兩個point切在哪裏呢,是可以大家討論出來 或者每一隻cadbon都不同 那另外都有一些相關的concept indemnity是會構成,會導致一個moral hazard moral hazard相信大家都很熟悉這個concept 來到cadbon,究竟moral hazard在說什麼呢 那因為現在我們針對的是一份特定的保單 保險公司正在對沖,或者將這份保單的一部分風險轉移出去 於是呢,就可能會導致這間保險公司覺得自己 既然我都知道,萬一我要賠7個million 不要緊要啦,都不是太差而已 我都有投資者幫我,幫我啃了一下 有2m,我自己都是要賠5m而已 那會不會因為這樣,導致這個保險公司在審批這份保單的時候呢 它做得不是太審慎,不是太謹慎了 為了促成這個保單的生意 它就低估了風險,或者分析做得不夠足 那所以,這一種indemnity的風險轉移的方法呢 是會構成一個moral hazard的 另外一個問題呢,就是 正如剛剛提到,是針對某一份保單 而那份保單最終需要settle的話 去判settle的意思 即是Policy Holder和保險公司 需要一段的時間,才能夠確定到最終賠償那個金額 究竟是4m還是7m 因為不是說Policy Holder去找一間保險公司 說我損失了7m,你賠7m給我 那間保險公司就會答應 他都會investigate這件事件 可能之間有很多back and forth,有拗數 看看最終究竟會不會只是賠6m還是賠4m 這個過程是衰事的 而這個金額一天都定不好 那我們又怎樣知道 投資者究竟要幫忙賠多少呢 即是超出5m的部分,究竟超出2m還是1m 一天都不知道 所以這個這麼長的等待期 對於這個投資者 Cat Point的投資者來說 都是一個uncertainty 好,那我們了解了第一個方法之後 其餘還有三種方法 由於時間關係,我們正式上課的時候 再詳細講一下這三種方法 究竟是怎樣去決定有沒有trigger 以及要賠多少錢 跟著呢,除了現在因為時間關係 我現在很快地滑一下接下來的slide 告訴大家,正式上課的時候 通常的flow是怎樣 譬如來到這裡,我們會見到一些calculation 因為在這個topic,在這個subject來講 Learning objective是指明我們需要懂得去計 一個coupon rate,應該怎樣計 所以當然我們會詳細去了解一下calculation 跟著呢,亦都會輔助以,即supplement 一些example,有數字example 令大家更加容易地去到 了解那個concept 跟著,去到臨近尾聲的時候 去到一個每一課的尾聲的時候 當然視乎那一課的內容 例如呢,可能會包含了 好像這一課這樣的一個key words 的一個summary 就recap一些重要的 terminology 或者key words 幫助大家去到更好地記住 重溫這些concept 跟著也都可能會有一些example 譬如在這個例子來講呢,就會有一個文字的exercise 是一個question,提供了answer給大家 好,那我的頭兩個部分呢,就暫時來到這裡 那我在這裡暫停一下,看看同學有沒有什麼問題 想問先 網上參加的同學呢,如果有問題呢 可以message寫出來 又或者unmute了你的mic 說出來 好,如果暫時沒有問題呢,不要緊 那我們就進入到第三部分 那我就會將以下的時間交給我的同事 去為大家介紹一下Captain 為大家提供的offering 有什麼幫到大家的 好,謝謝 謝謝